哇,好多星星啊 悠悠,瞧瞧那是什么 一颗有尾巴的星星 是哈雷彗星,真美啊 我觉得土星的光环更美 太阳系肯定还有更多有意思的星星 是否前往 当然,目标太阳系 我们出发 没错,飞船引擎加载,启动防护杖 飞船引擎启动 开始加速 一级加速,二级加速,三级加速 出发 太阳系是地球所在,以太阳为中心的恒星系 在太阳系里有几亿个各种各样的天体围绕着太阳 其中就有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 古代的人把它叫做扫把星 也有很多游荡在太阳系中的小行星 它们都是岩石组成的碎块 也有围绕行星做周期运动的天体 我们把它叫做卫星 月球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卫星了 而太阳系的主力军就是八大行星 按照离太阳的距离 从近到远 分别是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 它们的大小各不一样 但都是绕着太阳转的忠实卫视 哇 八大行星 看起来都好酷 而且八大行星都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哦 走 一起去认识它们吧 水星的个头最小 虽然叫做水星 但是表面却没有水哦 它距离太阳最近 受到太阳的吸引力也最大 转转速度最快 它可是八大行星里的跑步健将哦 金星是地球的姐妹星 但是你一定不会想去那里旅行 因为金星被一层厚厚的大气包裹着 温度高达五百多度 还会下具有强烈腐蚀性的硫酸雨 在金星上 压力就像在地球海洋深处一千米那么大呢 鸡蛋放在上面都会被瞬间压碎哦 啊 金星实在是太可怕了 还是我们的地球比较安全 没错 地球是个蓝色的美丽行星 它的转动速度 弯度都刚刚好 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颗有生命的星球哦 看 这颗行星怎么那么红 嘿 这是火星 表面有很多橘红色的赤铁矿 所以火星也被称为红色行星 它的表面有很多有趣的地形 火山 峡谷 平原 还有一些小河道 火星的自转 公转都比较接近地球 被认为是除了地球之外 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哦 这四颗星球都是泪地行星 它们离太阳比较近 而且都是固态的星球 哦 说不定以后人类就可以移居到火星了呢 期待有这么一天吧 不过 接下来要讲的四颗类木行星 它们都是气体行星 很遗憾 不能登陆呢 木星是八大行星中最大的一颗 比所有其他的行星加在一起的质量的两倍还要大 木星可以装下一千多个地球呢 但是比起太阳 它又显得很小了 太阳相当于一千多个木星 木星是气态行星 几乎由气体组成 表面有很多像眼睛一样的大红斑 那是气体强烈对流形成的大风暴 土星可则是一个很漂亮的行星 它有一个巨大的像草帽一样的圆环 十分明亮 土星的结构很舒松 密度非常小 可以很轻松地浮在海面上哦 不过 土星可是太阳系第二大的行星 只比木星小一点 我们可找不到装下它的海洋 蓝色的天王星是一个看起来很懒的行星 它是躺着绕太阳自转的 因为它的自转轴倾斜到 几乎要和公转轴重合在一起了 最后要说到的海王星 是距离太阳最远最冷的行星 表面温度可达到零下二百多摄氏度 天啊 企鹅在那里也要动坏了 太阳系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等待我们去探索 宇宙的奥秘还真是无穷无尽呢 正在整合太阳系资料 太阳系资料获取完毕 正在生成知识徽章 耶 太阳系知识徽章获取成功 耶 哇 木星的大眼睛可真吓人 最吓人的还是金星 我可不敢去那里旅行 不过这就是我们去过太阳系的证明 哈哈哈